这里是... 这里是卡斯拉那圣痕空间,与普通的叙述空间相互浸润的地带。 当时在科洛斯腾,我就是被奥托流放到了这里。 也就是说,这里距离圣痕空间真正的核心地带,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诶,其他人呢? 德丽莎主教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至于其他人,卡斯拉那的圣痕与他们的体质并不全然相容,而且... 不,没什么。 如你所见,这里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 好在不久之前,德丽莎主教在这里留下过世梦的痕迹,只要用虚迷戒子加以标记。 。 果然。 这条路的尽头,就是…… 。 多伴如此,所以…… 算了,還是先確保齊哥菲先生的安全要緊 絕戰的時刻到了 天炎,馬鏡 天炎,馬鏡 我們出發 對不起,老爸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受傷了 我也想保護你 不,應該道歉的是爸爸 爸爸做了很多對不起你的事 老爸,你怎麼了 我覺得老爸對我很好啊 老爸陪我訓練 還給我買了很多很多禮物 但是老爸沒有問過你喜不喜歡訓練 喜不喜歡禮物 老爸沒有問過你的感受 明明你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感受 嗯,你的感受 你喜歡的食物 你想做的事 你想成為的人 對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老爸 一直都沒有好好地跟你慶祝我 我真是個不稱職的父親 去買一個大蛋糕 好好地慶祝一下吧 走吧 Kiana 這裏 就是 是 嗯 喀斯蘭娜真正的聖狠空間 老爸他 就在這裏 出發吧 我們 去救出齊格菲先生 好 嗯 好 嗯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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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烈者的力量 被不斷化解 別慌 聖狠的規則 還是由聖狠來超越吧 呃 以沙尼亞的致命號令 與黑淵盛開的白花 綻放你全部的力量 十二洲 與黑淵盛開的力量 好像是在佛機 in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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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兒 咱特 我們 这团火焰 是你为我点亮的一切 对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一直都没有好好地给你庆祝过 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去买一个大蛋糕 好 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老爸 欢迎回家 我来救你了 老伴 你不是说过 卡斯兰娜家的人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一定要守护住自己最爱的人吗 所以 我们就来到这里了呀 看来德里莎确实没说错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那还要说 算是吧 不说这个了 刚才 我已经在这里设置好了信标 大家先回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吧 我们先离开这里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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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 你现在的心情 也许和书里那个 大战之前的阿周纳 有几分相似之处 阿周纳是谁 是印度神话里的一位王子 也是一位大英雄 他在巨如之野的大战开始前 看到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 站在了敌人那边 因此心灰意冷 不愿上阵 而博家范哥 就是被称为博家范的魁师纳神 劝说阿周纳 打起精神参战的演讲内容 可是 我并没有要在战场上面对什么亲朋好友啊 是的 你应该不可能在这里遇见什么亲朋好友 比安卡 你遇到的问题和阿周纳正相反 正因为如此 你和他的心情 却反而有了几分相似之处 我不是和梦你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 你和你即将面对的敌人 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交集或冲突 而你 正因此畏首畏尾 你的心中仍然存在着犹豫 迷茫 甚至恐惧 比安卡 到目前为止 你只是在顺着船长或者议长的计划行动 你并没有认真思考过 你本人在整个事件中 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处安放的责任感 这才是你当下紧张情绪的本源所在 因为你始终觉得 自己是一个外来者 生怕辜负了这些一世界人殷切的期待 我向丽塔打听过一些你以前的事 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巫神 但是给你带来喜悦的 永远是任务和事件的结果 而不是他们的过程本身 我觉得 这样很辛苦 而且也没有必要 可是 出伤有什么意义 死亡有什么意义 人类 世界 宇宙 又分别有什么意义 举例来说 你 比安卡阿塔吉娜 你的存在意义就是你自己本身 对于其他女巫神来说 你是一种后生可畏的激励 对于那个主教来说 你是难得的锻炼样本 对于这个世界炮里的人们来说 你是行侠仗义的超人 对于你自己来说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从零开始 重新梳洗了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这一切 都不是什么结果 他们只会起始于无 又消失于无 比安卡 这个世界炮所期待的拯救 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段过程 一篇乐章 就像瓦格纳 或者理查史特劳斯的乐章一样 女巫神 你有能力在舞台上 完成属于自己的表演 这和你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员 根本没有哪怕 一个基本离子的关系 齐格飞先生 如果你能回忆起 在哪里见过我 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对你来说 就会好懂很多 大约两个月前 我中了奥托的暗算 被流放到了虚数空间的某处 那里是一片鲜红的沙漠 虚数空间中的一个独特维都 无尽的历史 他们在那里 会以潜意识的形式 不断呈现出来 但 正是在这种 漫无目的的漂流中 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是一位能勇敢 面对一切的英雄 尽管他的人生乍看上去 早就被所谓的命运 像纸一样丝的粉碎 他失去了妻子 失去了女儿 但他从未失去斗志 也始终乐观向前 在神话中 西西福斯费尽力气 把巨石推上高山 然后无助地看着巨石 从高山上滚落 如此周而复始 从某种角度上说 这是人生的常态 我也并不是仅仅因此 就与他的人生产生了共鸣 在此之上 他选择了做一个命运的斗士 选择了我希望自己 也能如此生活下去的一种态度 不像命运低头 不像世界屈服 始终贯彻自己内心 最纯粹的信念 这是西西福斯 为我们留下的真正应急 是英雄的证明 更是人类的证明 因此 尽管对他来说 这场遭遇 或许只是一场 转瞬即逝的迷梦 但比起我的血缘 我失忆之前的过往 他对人生的态度 他的人格碎片 对我的激励 这些事物 才是我最为真实的保护 也正是因为这些事物 我今天和凯亚娜一起 决议将她 从最悲惨的命运中解放 自私一点来说 这并不是为了她 也不是为了皮亚娜 这份决议的起点 她在与这位英雄的人生 为我带来的共鸣 齐格飞先生 那是我遇到的 那位人格碎片 她就是这张相片上的侯母 褪色之后的样子 她 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 我终于听见你的声音了 那时候 你还真是喊得很大声啊 尤兰戴尔 比安卡 阿塔吉娜 都是帅气又好听的名字呢 从2008年在疗养院醒来 到2011年成为史上最年轻的A级女巫神 再到第二年渗入量子之海 拯救了远方的整个世界 在12岁的年纪 你就已经做到了其他任何一个卡斯兰娜 都不曾做到的奇迹 虽然如你之前所说 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但 无论是星毛与天元 还是为人类而战的律者 你们所达到的成就 早已跨越了自己父母的极限 虽然为人父母 最希望的不过是你们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但又有谁不希望青出于蓝 又有谁不会为你们这样的女儿感到自豪呢 比安卡 比安娜 就让你们的笨蛋老爸 骑个飞卡斯兰娜 做一会儿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吧 好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可是 等等 一家人 就要这样才对吗 过去 是你们让我有了加入这个家的契机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我当然也要再退你们一把才行啊 骑安娜 这还真是 骑安娜一贯的作风呢 那当然啦 在久别重逢的时候 如果你们只顾着做人生演讲 那也太奇怪了吧 我知道